平时在Fever Sound限制区 都会见到不少朋友 都会分享自己去外国 一些大型的电器连锁店里面行框 亦是不少人去旅行时 一个很好的嗜好 但其实香港也有不少大型电器连锁店 不少朋友都应该平时会去 今天我们来到其中一间 几具代表性 是因为它是影音的连锁店 就是AVLive 平时一说起AVLive 大家应该第一时间联想到很多电视看 在今天身处AVLive 都会见到一幅很大的电视场 但其实在这间大型连锁店里面 有几间店 包括了屯梅市广场 沙田新城市广场 尖沙咀的K11 也就是今天我现在身处这一间 和铜锣湾SOGO的店铺 都会设有独立音响示范区 在这个独立音响测试区里面 除了二频道的产品 其实连多频道的产品都可以听到 现在就跟大家进店铺看看 究竟有什么音响产品可以给大家体验一下 现在我坐在这里的独立音响示范区里面 有一个multi channel的设计 而且这间房间还有玻璃门 作为一个独立的空间 让大家听听不同的产品 现在示范的multi channel 主要是MISSION 喇叭组成的 这是QX系列 包括QX5的座地喇叭 QX2的后置喇叭 QXC就是中置喇叭 连QXS的Servan 喇叭 也有放在这里 配搭的信源 包括大热的Pineer LX500和LX800的4K Blu-ray 机 而抗音机方面 因为AHU Live这间店铺有不同的牌子 因为每次multi channel 都要有设计的准备 所以建议大家与店员做设计 然后安排时间 让他们可以做一个妥善的设计 让大家亲身体验到真正的实力 QX系列推出后 其实都大受好评 但始终它的体积都比较大的关系 在香港小小的居住环境 未必那么合适 但如果想在家里不太大的空间 又玩到Surround 有没有一些好的解决方案呢? 我现在就问一下Pineer的安排的Desmond 看看他有没有心水的推介 当然有 好似后面这个MQ SE 色仔喇叭 它有5.1的套装 也有独立一只 小小的 有黑色有白色 就很適合很多不同隔居的需要 除了正规的2 channel 和multi channel示范 可以给大家体验一下之外 其实近年也有不少朋友 找到一些Mini Hi-Fi 组合 而且Mini Hi-Fi 组合 也有很多朋友 很重视Network的播放功能 这个场上也有不同牌子 可以给大家看到 例如就是安桥的CR-N775D 这一部集合了CD Player Network Streaming 功能的一套主机 然后配合的就是Mission LX1 这一对价钱非常相宜 表现超出了价钱的一对喇叭 除此之外,同场里还有安桥的CX-N1075 这一套高阶的Mini Hi-Fi 组合 还有Pi-Lear X-HM86D 也在这场里展示 所以AV Live除了电视之外 是连2 channel、multi channel的产品 以至Mini Hi-Fi 也有不同牌子和不同型号 给大家试听试玩 其实已经横跨了所有影音玩家 喜欢的元素在里面 所以如果大家找到一些新产品 想入手的话 不妨来AV Live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